中文字幕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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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祖父 你說過 地遇到的 主因是稱 恨 心 這句話 我 太多 是想說 你臨終的那個稱 恨 心 帶你 下 地獄 還是 說 你的稱 恨 心 做 的那件 事情 當 你 下 地獄 应该是说,你生命的直信的这一个力道最强 称恨的力道最强,那他的称恨力道最强,临终一定称恨们 对不对,所以他是以最强的那个引力 你去哪里叫引业,那股引力拉你去 他其实是兑现出来啦,你们在有为叫做拉你去 你在你们生命本体叫做,你换一个场景 对不对,你创造一个另外一个画面给自己过日子 就是地狱的画面给自己过日子,所以那是最强,而不是你只做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下地狱,那有的也只做一件事情他就保证下地狱了 因为那一件事情,对不对,伤害众生特别重 对啊,有的是这样,所以你看我现在不讲一件两件 我讲的力道,那力道最强,有的人集结了六十件 产生这一股力道,在他人生当中最强 可是有的人做一百件哦 对啊,可是他的行善,他的贪的力道是一千件哦 我现在是以数量来比力道了 那这时候他是去鬼道,不是去地狱道 知道意思吗 那他做一百件啊,对不对,一百件称恨啊,一百个力道称恨啊 然后他愚痴十亿啊 所以他这时候是去畜生道 懂意思吗 所以是看那个力道 那一般在临终断气,那一念就是最强的 最强的啦 诶 当然这是讨贾佛的啦 如果你一辈子做十亿件称恨的事情 十亿,那你贪一百件 你鱼痴两百件,那你会去哪里 肯定地狱嘛,对不对 可是你临终的时候居然念佛 你去极乐世界 对啊 更难理解 没关系啦 连菩萨都不解这个 你们怎么会理解 这不要理解啦 就做就对了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新鲜事变啊 死生事大 应该又回到这个问题 师傅,地藏经上讲说 四十九天之内 有人去投胎 所以到底是临终的那一 那是因为你没有力道 你才有四十九天 中阴森啦 你往生极乐世界的 没有中阴森 没有中阴森 有一种是在中阴森往生的 你在断气之前 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个人没有中阴森 对不对 有一种是 他没有这个力道 他死掉了 对不对 他在中阴森里面 依他的条件在中阴森里面 那中阴森遇到了佛员 对不对 有很多人帮忙 帮忙到他中阴的 这一个支箭 愿意念佛 他自己愿意念佛 所以他在中阴森群里面 这个是少数 对啊 因为这个你没把握 对啊 所以有这个啊 所以四十九天中阴森 不是说所有的生命题 是常数啦 你们凡官只要在投胎去做人的 你都有中阴森 那到什么畜生道啊 恶鬼道也是有中阴森 对啊 所以有很多经过中阴森 再去做鬼的啊 对啊 地狱道也没有中阴森 直接拉下去的那一种 直接拉下去 来不及中阴 那称恨的力道太强了 对 所以不是称恨心让他 是他因为称恨心做的事情吗 不是 是称恨心 不是事情 事情是中心的 事情是中心的 是那颗心的作用力 那个心的心线事变嘛 你要去理解 境界是心线事变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佛心是 那个事线出来的 我指的这个事是事情的事 前面讲心线事变的这个事是意识的事 那不一样 那不是这件事情变现出境界 不是我做这件事情变现出世界 而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起心动念 变现出世界 对 所以 你没做你有那个心也是啊 大臣学说就是论心不论事啊 要不然就不成立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心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也许 他有称恨心 可是他并没有做出那样的行为 他还是称恨力量 他有做那个伤人的行为 没称恨心 他没称恨 他杀人啊 他没称恨啊 所以他不会下地狱啊 你知道意思吗 很妙喔 这更难理解了 你看佛法 所以这要有些基础跟验证 才有办法 对啊 那命的日班 他不是那个干掉一些那个 成交障碍供养 他丧失的那些人吗 对啊 那他没下地狱 他还成就法生大事 你看那个心很重要 对啊 三财同志五十三餐 对不对 甘露佛王 视线称恨啊 他是法生大事啊 你怎么能理解 对不对 你要是在那个时代跟他相处 一定说这个一定是第一号人选 下地狱第一号人选 结果他是法生大事 对 他没有起心动力 他用那个手段成就那些人 对 不可思议啊 成就他面对的那一些需要 他用称恨对待的那些人 是类似就是现愤怒相的意思 对对 密宗可以是这样讲的 对 那么这样 其子现愤怒相 还行愤怒行 行动都愤怒了 对不对 像只是 哎呀 这张有什么 你吓到了吗 对不对 假的 我吓 你真的啪下去 对不对 真的喔 对不对 那行动都先出来了 对啊 他好 他好 人 ...... 那 咱 情 我 p S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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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 DOM